在他们身后,紧接着传来一阵阵狂奔的砰砰声,那群凶兽争先地涌出几项的结界打开的口子,追着凤九和谷翔嘶吼着而去。 在前面,凤九放开了谷翔,冲着他喊,记着了,往黑山城跑,让那些凶兽紧跟着,不能甩掉他们。 啊,声音一落,他与他分开跑,自己往另一边掠,同时取下腰间的七彩琉璃羽往前一抛,整个人也跟着跃了上去。 看着身后的一大群凶兽被主子引开了一半,故乡轻呼出一口气,回头看了一眼,这才慢慢将心境调息平稳,压下心底的慌乱,便运用脚下的锥云靴跑给那身后的凶兽锥。 凤九坐在羽毛上面,轻呼出一口气,回头看了一眼下面的凶兽数量,等等这里就有百头凶兽了,真是意外啊。 他有些诧异,他没有想到他们两人在那兽灵中转了一圈,居然就跟出了这么多头凶兽。 他这里都有百头凶兽,就算是谷翔那边只有十几头,估计这数量也够助他们摧毁黑山城了。 想到他们引动的这些凶兽,就这样横冲直撞地冲进黑山城,凤九不由勾沉笑了起来,真是有些期待啊。 百头凶兽紧追不放,足足追了凤九和谷翔两天一夜的时间,几乎可以说, 这群凶兽引起的动荡连这里面分派而立的八股势力都惊动了,纷纷派出人来查探。 终于在这一天,凤九步伐略动,身影如风般划过,终于来到那黑山城的地盘范围。 他这一路上时而飞行,时而地面略行,一路上没有停下半分,就算是没战斗,也消耗了不少体力。 好在他别的不多,就是丹药最多。 扶下一枚丹药后,他眼底光芒涌动。 终于到这一天了! 身后百受吼叫声响起,强大的威压与气流相涌着,激发出地动山摇的气势。 足足追了两天一夜的时间,药力在他们体内渐渐激发到了极致,发红的眼睛更是疯狂奔射。 黑山城中的众名摩羞和羞士听到兽吼的声音,不由惊讶,纷纷涌了出来。 奇怪,怎么这带会有兽吼声?听着数量似乎还不少。 是啊,听着声音似乎不像是一些人的七月兽,倒像是兽群一样。 怎么可能?这地方要是有兽,都被外面那些羞士或是我们的人猎杀干净了,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兽潮? 可这声音听着是真的有兽群呢,要不派人出去看看。 你们看,主子来了,看样子,主子也是听到外面的动静啊。